回到節目時間 詳實同事建局發展的長沙環峰會 大部分業主已經收樓 今天多看一個三房單位的交流質素 實局面積745呎 整體手工差 用料質量一般 很多問題用肉眼都見到 好像大門門檻斷裂 露台門不貼框等等 另外項目入房不夠2個月 室外的後管接駁位已經刪售 長沙環峰會8月初入伙 今次驗收的單位算是比較後期 在今個月初先收樓 單位745呎 三房套房 另家工人房 業主原本都住在長沙環 見到新盤定價吸引 去年以大約690萬買入 七價接近9300元 手工是怎樣 看看就知道 大門門檻的石材 有道明顯的裂痕 發展商照交流 輕輕踢下去 我手拿去 其實它是斷了和沒有黏實 這種感覺是惡然一點 因為這條石應該要黏得很實 但不會是就這樣下去拿就起來了 鍾志剛說門檻固然要整條換過 還要用櫻泥沙癡翻好 撿起企理 露台玻璃拓門不貼框的情況嚴重 下面這部分其實是很大瓦的 很清楚看到外面 其實這裡 要是看到這一邊 其實是很可洋的 如果打風吹正這邊的時候 水打斜撇下來 剛剛就是落這條瓦的話 可以入水入得很厲害 不用潑水了 怎麼可以看到它的瓦鑲有多大呢 找一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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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輕易用得到過來的 黑飯廳長方形 間隔視正 有二百多呎 樓底高九尺七吋 零零射射近圓關的天花位 有條闊接近兩尺橫樑 貫穿整個飯廳、廚房 以至主人房套廁 打開浴室假天花看看 橫樑內藏喉管 下沉色的地 一個渠槽的位置 一路延伸出去 經過廳 就進去廚房位置 好 尤其是我們還有見到一件事 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裡就是一條 鹹水喉 我們叫沖刺水喉 灰色的喉管 也很標準 其實就是一路 穿過上面的牆 就跟這個下沉色渠槽的位置 一路平衡走出去 學過業提醒業主 不要隨意改裝還量 又或者在上面加裝飾物 避免破壞防水層 單位沒有走廊 三間房分佈在廳的左右兩邊 主人房一百二十呎左右 峰匯收樓不夠兩個月 不過外牆部分喉管已經生售 估計是物料質量控制得不夠好 如果這個是已經這麼容易演生售 將來隨時這些螺絲的接駁 甚至是這個喉馬表面的鐵芯 其實已經是沒有力了 好像威化頂一樣 本來這麼薄薄 突然間威化頂那麼厚 裡面是完全沒有力了 很容易這個喉箍就會掉出來 右的渠管都還可以 如果有些是粗一點的 或者是排污渠管 可能裡面的水的容量很大 其實重量就更大 更加容易是電流界的 這間小房有四十五呎 兩邊窗望樓景 室內都挺光猛 其中一幅緊窗下面的牆身 有幾項水跡 這些眼淚痕 如果外面有位置入到水的話 是會從石底流出來的 但同時也有可能 清潔石的時候水太多了 扭下去也不奇怪 旁邊的廚房五十五呎 升盤和爐頭分兩邊擺 工作台面可用的空間充裕 水龍頭開關鍵有問題 扭去凍水那邊 水的流量較少 原因是開關鍵裝得太緊 通知發展商調校就沒問題 基金 有關鍵裝河 coined 氏 在國際上廣場